这是安安的房间 一进来就是一只表 好像是上船的感觉 好像船上的一个救生圈 这里边我们也是刷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浅蓝色 一个是深蓝色 看看安安这 这是一个百宝箱 不知道里边放的什么东西 这还有安安的一个桌子 桌子上面放了很多可爱的小兔子 还有一些书啊 还有一个CD啊 收音机啊什么的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桌子 这边呢就是一堵墙 一堵墙 这边就是一个窗帘 窗帘这个外边呢 就是我们主要的大门进口的这条街 然后转过来呢就是安安的床了 安安的床呢 本来是个双层的床 后来给拆了以后做成单层的 上边挂了个小雨帘 嗯 下边还有一个放百宝的东西 嗯 大概就是这样了 这还有个小壁橱 嗯 这就是安安的房间 捞在场里还有个百宝箱 嗯 哈哈哈 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从安安跟思思的房间出来以后呢 这就是客厅了 客厅现在给开发成 楼上的一个小厅 给开发成他们学习汉语的一个地方了 哎 思思 思思快去写个汉语写个一二三四 快去写个一二三四呀 什么东西 快往黑板上写个一二三四呀 思思 思思跟安安呢 就在这个地方 由妈妈来教学汉语 思思呢 最近学了一些中文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什么的 现在思思正在 往黑白板上写呢 拿来 使得大一点 好 呵呵 嗯 行了 走开吧 好 叔叔他们就在这个黑板 白板上呢 写一些123456789 小舌以及一些黑板 OK